收盘 俄乌局势缓和 道指收高400点 那指上涨2.5% 北京时间16日凌晨 美股周二收高 过去三天拖累股市下跌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有所缓和 风险资产集体反弹 俄罗斯表示 部分俄军正返回基地 美国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创2021年7月以来新高 截止收盘 道指上涨422.67点 涨幅为1.2% 爆34988.84点 那指涨348.84点 涨幅为2.53% 爆14139.76点 标普500指数涨69.40点 涨幅为1.58% 爆4471.07点 近期拖累美股走低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似乎有所缓和 周二航空和邮轮股谱涨 而能源公司则因油价下跌而普遍走低 随着俄乌紧张局势的缓和 美国WTI约预约价格 收跌3.6%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预升至2.04% 投资于俄罗斯大型股票的美国交易基金 关奈克埃塞ETF大幅攀升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月15日表示 一些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的俄罗斯军队 正在返回他们的基地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表示 最近被派往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南部 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已经完成了演习 已经开始通过铁路和公路集结运输 并将从今天开始转移到他们的军队驻地 但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 库洛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只有亲眼所见 我们才会相信 如果我们看到撤军 我们会相信局势有缓和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也表示 任何撤走的部队都可以迅速返回 我们非常谨慎地看待这些报道 市场人士认为 很显然在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前 类似的波动仍将不时出现 伦敦TS-8的策略总监Andrea Sicily表示 打仗与不打仗的消息 使得市场极为波动 很不幸这就是我们眼下要面对的情况 直到市场相信类似情况不会再出现之前 我们将不时看到这样的波动重演 在俄乌局势的雾霾背后 美联储加息路径对风险资产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在40年罪账的背景下 花旗已经将年内加息预期提升至7次 今晚参议院表决5位美联储高官的提名后 市场将密切关注有关三月方库会议动向的更清晰指引 对美联储多次加息的担忧 也让投资者紧张不安 涉入一丝联帮储备银行总裁詹姆斯 波拉德周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央行需要积极应对通胀 上个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1982年以来最快的同比增速 促使花旗集团和高盛军预计 美联储将在2022年加息7次 波拉德称 我确实认为 与以前相比 我们需要加速完成退出宽松措施的行动 我们对通胀上行感到惊讶 这是很大的通货膨胀 的最新调查显示 基金经理们普遍预测 美联储将激进的收紧政策 对科技股的看跌程度 创下了近16年以来之罪 除了俄乌局势的戏剧性事件外 周二投资者还在重新审视通胀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周二发布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显示美国通胀在新年一时 丝毫没有缓和的势头 根据官方数据 美国1月PPI环比增加1% 也是预期值0.5%的一倍 在连续21个月环比走高后 PPI年率增速也达到9.7% 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9.1% 分享中能源和食品 依然是PPI增幅的主料来源 1月环比走高达2.5%和1.6% 服务价格环比走高0.7% 与去年12月持平 除去食品 能源和贸易服务的1月核心PPI 走高0.9% 同样远超预期值0.4% 由于PPI CPI的传导作用 最新的PPI数据也说明 生产端仍在经历严峻的通胀形势 也意味着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成本仍将走高 上周BLS已经公布的1月 CPI同比增速达到7.5% 超越市场预期的同时 持续刷新近40年新高 周二公布的纽约联储2月制造业指数 从1月份的-0.7回升至3.1 数据低于零表明行业陷入萎缩 经济学家对2月数据的预测中值为12 该指数环比率有改善 但低于市场对更强劲反弹的预期 同时一项销售价格指标 标升至记录高位 报道显示美国的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周二盘前宣布 以美股53美元的价格 收购以色列芯片公司高塔半导体 整体估值接近54亿美元 根据高塔半导体周一收盘市值36亿美元计算 潜在溢价达到59% 公司预期整个交易周期 大约为12个月 周一盘后 巴菲特旗下的向美国SAC提交了13楼表 文件显示公司Q4建仓游戏公司 持股总数为14658,121股 受到1月巨额收购消息影响 动视暴雪今年至今股价大涨于两成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向美国SAC提交了 截至去年四季度末的每股持仓报告显示 该基金大笔压住了因2T构斯爆仓事件股量 跌了一整年的奢侈品零售平台Farfetch 受到2T构斯爆仓事件影响 Farfetch股价至今距离去年2月高点跌于7成 C limit股价走高 昨日该股大跌18% 因其下手游feify在印度政府 针对中国APP的行动中被封禁 不过考虑到腾讯1月已经公告减持 并放弃超级投票权 周一该股大跌 也被投资人视作买入机会 其中开费无敌旗下的ARC基金 买入超过14.5万股 该基金自2月以来 一直在买入C的股票 Wisenant回家大涨 日本电子大厂村田制作所周二宣布 以3亿美元并购美国公司Wisenant 该公司正在研发体升波率波器Far 有望在近期进入商业阶段 据报道 有意增加在日本设立晶圆厂的投资 较去年宣布的8000亿日元提高1000亿日元 据悉增加的资金 将帮助工厂设立一条12至16纳米产线 此前公布的计划 仅涉及22至28纳米芯片生产 周二宣布 最后一英里物流地产公司 魅伟的现有投资人 已经同意对该公司进行资本重组 该公司最新的估值为210亿欧元 这次重组的资金 大都来源于现有投资人 魅伟目前在欧洲十国 拥有1700处商业物流地产 为力令股价走高 隔州 加州等地养老基金均在第四季度买入微温股票 周比AV深股价上涨 全日空将与其旧飞行汽车业务开展合作 其它是场面 周二纽约商业交易所 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 下跌18.30美元 跌幅为1% 收予每盎司1851.10美元 此前黄金期货已连续7个交易日上涨 周一创11月17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 下跌3.39美元 跌幅近3.6% 收予每同92.07美元